其實這次有四個主題 就是低碳經濟、區塊鏈 還有這個新興媒體 還有低端主義這四個主題 那我希望藉由年輕人沒有去自我 然後用團體合作方式 能夠有一些新的思維 我們只偏向大數據是不夠的 因為大數據算出來的常常 並不是我們人類行為的決定點 區塊鏈是一個不可篡改 有透明度 然後有這種共識信任的機制 可以確保Data拿到的正確性 我們的媒體產業會經歷過更大的一番變革 會有更多的傳統的媒體 他可能會因為商業模式被顛覆 而做出更多更糟糕的事情 但也可能他們會縮小規模 甚至就消失 會有很多新的媒體出現 這些新的媒體呢 可能短時間內可以堅持他們的理想 那長時間內能不能接受這樣的考驗 其實也是很困難 像中國新都作為金融機構 我們的使命是 我們認為台灣有很多很厲害的技術團隊 包含學生也是 像GIS這個活動 那它是有包含來自全世界各地 然後有理工人才 也有商館 然後甚至也有像法律或其他學院的 一些不同的人來到這個現場 所以其實我們的概念是希望學生 我們是用不同領域都要有 就是TALENT出來做這些事情 然後大家各自去合作 然後去激盪出一些想法 我覺得這是台灣的年輕學生 在做出一個最有效率 而且最好的一個方式 我們現在談這個低碳經濟的話 剛開始的時候 一些對我們的經濟生產 還有投資等等 會有一些好像不利的結果 其實我們忘掉一件事 我們在消費利用這些自然資源的時候 我們是沒有把這個社會的代價拿進來 低金控多年來推展CSR的經驗來看 我們認為金融業的CSR應該是 運用核心的能力 散擊企業社會責任 來回應社會的問題 我覺得極端主義 它其實只是提供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格 因為它講的就是 它跟主流中庸之間的關係 當你偏離這個關係 你就變成極端的 但是其實我覺得 還是要有交織性的眼光去看待說 為什麼那個被我們形容成極端主義分子的人 他會有這樣子的行為 為什麼他認為自己這樣做是對的 而這就可能需要其他的一些維度 比如說性別 民族 甚至是宗教 經濟文化等各種不同的觀點 通常會產生極端的東西 極端的東西 你也一樣要發展出一種價值 要在價值層次上面去跟這種極端可能發展的價值對抗 台灣其實我們一直面臨一個困境是我們太localized 我們不大走出全球而國際 那GS一開始就是一個international的program 你們選的主題都很大 也就是你們挑戰的都是一個大題目 而不是一個所謂小確信的題目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難得在台灣可以看到一個這樣的一個program